刚才那个小生的祷告 让我也非常有感触 因为我想大学总是 我们每个人一个是一生 最重要的阶段 是很多的这种价值观 人生观都在那个地方形成 所以我记得就是每次 我知道是科大校友的话 都是我感觉的非常的亲切 所以我也非常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姐妹 和科大的校友一起来分享 我信主的心路历程 我的声音还可以是吗 OK好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 可能讲着讲着 就可能讲得快了 如果讲得太快的话呢 希望也有人给我提醒一下 让我slow down一下 我想就是 我想的时候 我想那时候 就是国内当时 我就上幼儿园嘛 因为国内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 我父母也不例外 他们都是上班的 所以我很小就上幼儿园了 那当时呢 国内的那种就是说条件 反正那个幼儿园的那种阿姨什么的 她也不知道 怎么样尊重人 反正阿姨就是很严厉 所以我很小 我就我不喜欢上幼儿园 我就是一直有那种盼望 就说 我希望能够 有一天上学 因为在幼儿园 幼儿园就在那个 国内的幼儿园都在那个住宅区里面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就在里面 我就看到外面也有一些孩子 他们可能家里有爷爷奶奶 有这种长辈 或者有弟兄姐妹 大一点的人 他们就可以不上幼儿园 他们在外面玩 那我呢 就老在里 在里边 那老师很严厉 我记得那时候 你要不睡觉 睁着眼睛 那老师过来 他看你睁着眼睛 他就拿那个 小时候那个头 他就打你一下 或者有 因为我是很乖的 实际上 小的时候很听话 所以我就是总是很 害怕老师生气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上厕所了 我那个 我很想上厕所 但老师不让去 我也能 一直在那边憋着 所以就是 特别感觉特别不好 所以特别盼望 能够上学 我就想要上学了呢 我的就是 我的那个 我就 就满足了 我的愿望 我就 我没别的愿望 就是满 就是上学 我就觉得我就 非常满足了 那盼了 后来反正终于有一天 就离开幼儿园了 我记得我特别的高兴 我记得我妈妈去接我 然后把幼儿园那些 那个睡午觉 什么被子 还有一些什么 换洗的衣服拿着 实际上 我们就是中午在那睡觉 但是反正我就特别高兴 我说终于就离开了 像离开牢笼一样 就出来了 然后我上学之后 我还记得我 第一 刚上学那个一个星期 每天放学之后 我就跑到幼儿园的外面去 去找一找 让老师看见 说现在你管不到我 管不到我了 我现在我自由了 所以那时候 心里特别的高兴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 就是说实际上 这种好景不长 然后过了大概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发现也不过如此 你就是你有自由了 又怎么样呢 那好像 这种满足 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了 然后呢 觉得可能自己小嘛 因为你走 走不了远的地方 就是特别羡慕人 高年级的 比如像上初中的孩子 就觉得人家 好像看着个体也挺大 好像也蛮 蛮那个 挺自信的 哪都能去 所以就 就又盼望说 哎呀 有一天我要上初中了 那就好了 就是我就是 我就更自由了 当然就是 大家能想到这种 但是你到了初中 你发现你 你还是有很多的 limitation 有很多的局限 然后又盼望上高中 上大学 后来上了大学呢 实际上我就发现了 就是这个 这些所谓的这些 那个里程碑啊 或者是 就是milestone 实际上不能真的让我 真的是 一直的快乐下去 我得到了 实际上就不过如此 就那时候 我就开始想了 我说这个 可有点麻烦 我说因为我想那将来 你有天还要 还要 我想那个工作 也不过如此 那我想那结婚呢 大概也是一样 那我就那时候 那八十年代 那时候 我思考这个的时候 实际上 国内那时候还 还比较保守 我在想 我说这要是说结婚 要是说我结婚半年 我就 我就 我就那个厌倦了 我怎么办呢 我说那些不能离婚的 那离婚 那个这个舆论也受不了 我说没法见人 所以就是 特别的迷茫 特别的困惑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这什么东西 到底真的 能满足我 让我真的是 一直能够有这种快乐 我不知道 当然后来我也结婚了 因为实际上 那个我太太 是我小子 那个初中开始 我们就同学 实际上也结婚了 就是 但是这种阴影 一直在的 我就不太知道 这种东西能 让我满足多长时间 能有多稳定 这是 这是一方面让我困惑的 另外一方面让我困惑的 就是 我发现 这个 命运这种东西挺奇怪的 因为 当时八十年代初 因为国内 我那时候也讨论说 人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大家那时候是很 有朝气的时候 大家要那个 要 要奋斗 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后来我就 我就发现 上我大学里的旗会 我发现我把握不了 自己的命运 像很多时候 我想做一些事 我就是 当然我也很努力 然后也就是 也计划 苦心的经营 但是呢 就阴差阳戳 就 就做不成 那有些事呢 我觉得实际上 我想过的 我就 我当然想了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实际上我也没这么努力 那后来 就是 鬼死神差的就 就实现了 比如说 我在 我在那个科大 你看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我们 这个微信群里面 我是写的 八三四到八三八 之后我 大学入学的时候 我在 我在四系 那个 当然我说 哎呀 四系的学物理 后来学的我 真的是 冰头转向 我也不太知道 我到底学明白了什么 所以我记得 我不是学物理那块量 那我也觉得 大学没听过转学 实际上我也 我有这种想法 但是转系 我也不知道 敢吃什么转系 但是实际上我就是 跟我们招生的老师 说了一下 我就只是流露了 一种 这种想法 我也没有 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盼望 后来他就 他就帮了一下我 后来就 就转成了 哎呀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说我想都没想到 还能转系呢 我说没听说过 那我就发现 这个命运的东西 挺奇怪的 不在我手里 是明明之中 有一个 有一个比我大的 我就叫做 是命运的主宰吧 他掌握着我的命运 但是我不认识他 我觉得 这让我也挺惶恐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 他是什么样的 一个 一个 就一个 一个性情 一个人物 我就说 我不在 我把握不了他 那我不在 所以我就 对我的命运 我不知道 我到底未来 是什么样 我 挺惶恐 所以这是我 一直在我 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在 就让我心里 不是特别的 踏实的 两件事 一个就是 是愿望的满足于 又不满这种交替 还有一个就是 我对命运的 没有把握 那后来就是 大学毕业了 那我研究生 读了两年 然后就跟着 就是我们科大 那种出国的 这种潮流 也就来到了美国 九零年底的时候 来到美国 其实一开始 我就反正 做实验 我就学生 我的做实验 那半年之后 我太太来了 刚来的时候 他让他没什么事 他就参加 当时学校的 国际留学生组织 有那种 他就要 就是喝咖啡的时间 就是实际上 就是让这些 国际留学生 了解美国 那他就有的时候 去参加 那有的 然后呢 他就也知道 有一些活动 实际上后来 我发现 这些活动都是 当时教会 当时美国的教会 和国际留学生组织 一起联合办的 就带着这些 留学生呢 就到美国的 周围的地方 去看一看 然后了解一下 美国的文化 那实际上 大部分接待我们的 都是当地教会的 基督徒家庭 然后所以我就有机会 认识一些基督徒 那当然这些 跟我在国内的想象 就不一样 我以为基督徒 都是那种 就是像神父一样 都穿着那个袍子 然后道貌岸然的 就不够远想 但是我发现 这些基督徒 还挺喜乐的 然后跟他们聊聊 也聊不出 他说 那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现在他也没聊不出啥来 他们就是相信神吧 我发现这些人 实际上 你说好 也是挺单纯的 说不好 我实际上也挺愚昧的 就是凭什么 就相信神 然后你就 就喜乐 我说 我就是心里在想 我说实际上 你们被这种 宗教的枷锁 在捆绑 我说 如果有一天 你们要是 就是没有这种 宗教的枷锁 捆绑和束缚的话 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有更多自由 有更多的喜乐 我为他们挺悲哀的 而且他们 这些人就是 在这个 宣传这里面 还不知道 不知道愁 结果还挺喜乐的 但是呢 实际上 后来我又回想我自己 我对自己 我也挺悲哀的 就我觉得 我自己 好像挺有知识的 而且呢 我觉得 我也没有这些 这个宗教的枷锁绑吧 可是我确实 不像他们那么喜乐 就是说 我可以装出 我很喜乐的 什么不在乎的样子 但是问题 我觉得我里面 我知道我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我对自己 我也挺悲哀的 我说我怎么 还不如他们呢 所以 这是另外一个 很 挖着我的一个地方 然后中间呢 就有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个宣教士 他当然他也参加 就是 我们 国际留学生的 这些活动 然后呢 像 就是喝咖啡的时候 他有 很多时候 他也去 然后他就决定要去 中国去宣教 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讲 哎 他说你知道 那个人叫 周老认 他就要去中国了 他好像 哪一个周五 在 教员附近 有一个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个教会 是个常经班 是个中国的常经班 我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因为要给他办一个欢声会 他说你也去跟那个 就去说 那个 告别一下 跟说声再见 因为毕竟我们也认识 所以我就 觉得礼节上应该去 就去了 当然 听他讲完了 然后跟他讲了几句话 然后呢 当时常经班就有 有基督徒看见了 就就 邀请我说 你来常经班 虽然我不是很情愿 但是我这人就是 比较不见 不太愿意拒绝别人 所以呢 我就说好啊 所以有时间我就来 所以 所以我下周我就去了 那当然我在想 我说我也去也别白去 我一般读过圣经 也一般学会英文 所以我就先去了 那个 英文主 其实我主要的是 想学英文 对圣经实际上 没什么太多兴趣 但是有一次啊 就是在读到了 那个约翰福音 第十二章 我把这段念一下 第十二章 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淋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做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急 这个我读了这句话 就当他们读这句话 让我就心里就触动了一下 哎我说我都来到教会了 我都也学圣经了 我说我好像我感觉上 我就是和神 已经就走到神的门口了一样 我说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神 我说我没有好好的去认识他 我觉得也挺可惜的 我觉得万一神要是真的呢 我说起码我得去认真地去研究一下 所以后来就下周开始 从第二周开始我就 其实我参加了几次的英文主 大概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去转到那个中文主 我想就好好去学圣经 跟他们去探讨一下辩论一下 但是我其实还挺骄傲 我觉得实际上 我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毛病 让我说服我来不信上帝 但是我来到中文主查经 查了没有几个星期 所以我发现这个圣经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书 因为我觉得圣经当时我们查福音书 而且福音书它非常简单非常直白 它没有很多的像我们过去读那种故事书的 那些很多什么心理描写 然后或者是环境的轰托 就是让你造成一种气氛 让你就是说能够跟着作者 就是说进入他的他想表达的那种 那种想法 他离去 圣经上就是 就是耶稣说话做事 他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觉得他好像这样是说 他不像是那种 就是劝人 就是说有什么目的 他劝人就拐弯抹角的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 来就是影响你 来暗示你 他就是很知情了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 这是这些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就是所以圣经就是说 所有人呢 都都看得明白 你不管是你有没有文化 有多少 你读多少书 没有文化的人 他也读圣经 他也都读得懂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 自认为有文化的 有一些知识分子 可是你每次去查经 跟他们讨论的问题 还挺深奥的 而且他 圣经这本书真的是不一般 就不像是一个 不像一个凡人所写的书 凡人好像写不下这种 深入浅出 又很有哲理 又很让人思考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想很多人都 圣经过不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很多 神迹啊 骑士 这种好像 就是让我们 尤其让我们学科学 都接受不了 这个好像 这是在天方夜谭的 那我就想啊 我想实际上 我们当时 如果你要是相信 相信圣经 相信这个 耶稣是神 相信有这样一位神的话 实际上这个 圣经上这些东西呢 他都可以解释 他是神嘛 反正这个假设是对的话呢 实际上后边那些 那些 故事都可以自圆其说 所以圣经 实际上它是个自洽的 一个 如果说是个学说 它是个自洽的学说 我就想起 当时在大学啊 学了很多 那种科学吧 学了很多知识 那实际上 不论是数学上 像什么 欧基里德几何 还有什么非欧几何 虽然我没有学过 但是我知道这种 他们放了蛮头的那种 矛盾嘛 就是说他 如果假设不对 比如说我这欧基里德几何 还没有 就是说在 在一个线外的一点 做平行线 就只能做一条 所以那人家做两条 那实际上也可以做 那只要那就不是 欧基里德几何 就是非欧几何 所以就是实际上 这个假设 如果你要是相信假设的话 实际上后边那些学说 学问你都可以 都可以研究 都可以相信 都可以当成一个学文来接受 那当然像物理也是 那个像样子力学和那个相对论 那个当时也是 他中间有不可调和的东西 那我就想 那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当时这些东西 实际上那个 Foundation的东西 我要是相信的话 实际上尽管是Foundation 他也有就是说悲准的地方 但是我也不影响我 去学习它 去相信它 但是可是我觉得 到了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一定要让他 就是我一定要把他 就是说假设要想清楚 而不是说先去相信 而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觉得好像我自己 有点两面 对这是让我稍稍 有点触动 那当然关于这些东西 不足以让我相信神 我觉得还是需要 就是有些在生活上的一些经历 或者有一些破碎 那时候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因为我太太来了以后呢 她也想读书嘛 那她读了医学期的 就是Gradio School 后来想想两个人都做research 也好像觉得 看着前景也挺黯淡的 那她说她就想去读那个pharmacy 去读个practice 比较practical的专业 那实际上那时候 读pharmacy school 竞争还挺激烈的 而且当时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 因为pharmacy school 和那个像医学院 我想可能那个事情也是这样吧 就是她都是 她不像其他的学校学科 她都是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入学都可以 然后你什么选课都可以 她那个学校 她那个学习 就像我们当时在科大时 就是反正每一年 那学的课都是给你规定好的 你就得按照按部就班的学 所以她只能秋天入学 然后学什么课 你要是这个秋天入不了 就是得等下一个秋天 所以就是 那我们也不想耽误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我们当时就是已经 就是只剩 冬天了 那我们还想说 那夏天可能再修 再加上一个学期 其实是两个学期 两个学期的课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requirements 我们需要满国 而且有些requirements是这样 就是说 他你要学这个requirements的课 你还有前面还有requirements 就是说 所以我们觉得 就是挺紧 好多 好多就是说未知的东西 我们都把握不了 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后来反正 那时候在 常情班也说 也祷告嘛 反正我想 那个 就是 那也祷告呗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期望 反正我想 有人愿意为我祷告 我就 就祷告 但是后来 反正就是这个 就是很多 有很多这种 难题 反正觉得也 有的时候也挺泄气 我就有一天 我觉得大概 我也是有点泄气的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说真的是 如果 每天秋天真的入学的话 我就 我就去信神了 嗯 然后长话短说 反正后来 啊 经过了 就是一些一些 艰难吧 或者一些挑战 但后来还是 我记得是七月底的时候 还是八月初的时候 他 就是还真的 接到了那个 啊 那个录取通知书 说就秋天可以去 去药学院去学习 那那天那个 那个实际上是我拿的 我先回家 我先从洗项里拿到 那种录取通知书了 等他回来 我就跟他 我挺高兴 我就跟他说 我说哎 我说那个哎 录取了 那个药学院帮你录取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啊 我有个预感 我能被录取 他你就会去受洗 那个成为基督徒了 哎我 其实那时候 当时我很久 以前说的一话 后来我都忘了 我没有 我没有真的很认真 就是当时 我就是 当然是一级之下 我就是 顺口说了一句 但是他这样一说 我觉得 我觉得 上帝很兴趣啊 你当时 当时 我是虽然是 我是无心 也无心说的话 但是我确实很desperate 我就觉得 我确实没什么希望 但是不管 怎么着 就是反正这个事成了 你说我不想到 这个神 在这中间 有多少的 作用 但是起码 这是我和神的一个承诺 神已经 成就了他那一半 那我得 我也得 做我这一半 我不能没有信用 所以呢 我就 我就决定去 去受死去了 所以我就 成了一个 等于说像 是一种知识上的一个基督徒 但是实际上 那受死之后呢 就是受死的前后 那么一两年 我还有很多的困惑 因为我在想 那我是来到了美国 那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我就有机会 先接受基督教 那基督教 等于说 他这种理论 把我说服了 但我想 假如我 我去的是一个 比如说像东南亚 去了一个 一个佛教的国家 或者我去了 要是中东 去了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我先接受了 其他的宗教 那我会不会 那其他宗教 他也有他的道理 那会不会 他的道理也把我说服了 我就 信了另外一个宗教 那我就想 那也许是 我当时我自己 也是自己在那 没事琢磨 我说那可能 是我神 只有他的地狱性 就是像东方 有东方的福尚 像中东那边有 那个穆罕默德 那在西方 有那个耶稣基督 我说是也是这样 那我就想 那就是每个神 管他自己的地方 后来我就觉得 也不能这样 因为你想 这和神的属性不一样 因为神是 全知 全能 那我想要是说 如果按照这个属性的话 他就不可能 说他有地狱的问题 全知全能 还有全债 我说那如果这样 如果他每个地方 有每个的神 那就不是神了 那就是神是有局限的 然后那我想 那如果是说 这只能是有一位神的话 那会不会是 就是诸神同归呢 实际上就是说 也许我们信的表面 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是诸神 就像 就实际上 那个信的本质 是同一位神 那我想想 你看从 尤其是基督教和 穆斯林的这种 水火不相容 尤其像从那个 中世纪到现在 我想反映 也不像是说是 本质上是一个 一个天赋的那种感觉 就反映这是 不像是一个兄弟 这好像 是像仇人一样 这反映也不是 所以要么就是 所以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只有一个神 那只有一个神的话 那就是到底哪个事了 那就是我支持 就是我下一种 那就是哪个事呢 那说虽然我已经信小了 虽然我还有这种困惑 那 所以我就有一些 有牧师讲 就讲到说启示 就说如果有神的话 因为神对我们大 你要想 就是说低的 你没法认识高的 那一定是高的来启示神 而且这个倒是 挺让我信服的 我想就像那时候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我想 我要是说我儿子 我想我要不告诉我儿子 我是他爸爸的话 他没法知道 谁是他爸爸 你把他丢在一个人群里面 你让他 就是说大家一起养他 他肯定找不出来谁是他爸爸 就是说一定得是 那种 这高的地位的人 启示 启示那个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才能知道 所以我想 如果有神的话 一定是启示的 一定是神要告诉我们 他是谁 那你看这三个宗教 这个比较大的宗教 佛教 那佛教 他就是 那个 就是 就是佛嘛 那佛的意思是 实际上 他就是悟道者 就是他明白了真理 他不是真理本身 他只不过 他 他知道什么是真理 那他不是真理 他本身不是真理 那 那伊斯兰教 那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他说他是神的 是先知 他也不是神本身 那只有基督教 那耶稣基督 他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负在我的里面 我在负在里面 我觉得那只有 只有基督教 他才说他是神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就是只有 耶稣基督 才可能是 但是我想 那就是 这只是一方面 就是他得一定要 他自己要称他是神 我们才能信他 因为他自己 他自己都不称他是神 那我们把他当神败 我觉得那岂不是 挺荒唐的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是不是 他自称他是神的 那我们就认他是神的 那也不是 那实际上 那很多有神经病 或者有些狂人 他也 也自称他自己是神 可是 我们也不能相信他 那就是神的话 他有一些 事情可以让我们信服 让我们知道他是神 那我记得 那个耶稣基督有几点 当然他做了很多神迹 或者这种神迹当然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觉得 就是 或者实力复活 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实力复活是神的话 那 那耶稣真的是神 因为 只有神才能战胜死亡 那 那为什么实力复活是真的呢 那想 我就想 有几个方面 让我比较幸福 第一方面就是说 圣经里 那些 那些门徒 当耶稣被抓起来 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些门徒都 怕的都 都藏起来了 然后 过了一段时间 这些门徒又出来了 然后又开始 又来传福音 宣 声称耶稣基督是神 从事与复活 那你想 我想 那这些人 我先不看 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 我就看这些 门徒的表现 他们一开始跑了 他们藏起来了 怕死 那后来呢 他们出来 他们不怕死 而且反而 那个 说被定死 的耶稣基督是神 那他们 是什么能够让他们 从 不怕死 怕死的 不怕死的 我想他只能是 他见过了 胜过死亡 就是真是能 比死还大的东西 就是能战胜死亡的东西 那什么能战胜死亡呢 那就是 那就是那个 十里复活嘛 那死了 没有局限他 又那个 他又胜过了死亡 就死里复活 才能让这些人 才能是 就是让这些人 从 怕死 到不怕死 这是从门徒这方面来看 还有一个 我觉得 耶稣基督的母亲 后来他也信主 他也 他也跟那个门徒一起祷告 当然还有 耶稣的 那些兄弟 也是后来也信神了 因为这些耶稣的兄弟 原来他也嘲笑耶稣 他说 你要是显身流迷 要到那人多的地方去 他就说 你应该去耶路撒冷 去那个 大的地方 然后 把你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他们当时 是从一个很嘲笑 很不相信的态度 但后来 这些人也相信 耶稣基督 我觉得 让自己的母亲 因为自己的母亲 是只要找自己 找个事 他是很难相信 如果 他生的儿子 他知道 他的来龙去脉 让自己的母亲 相信儿子 是神 是很 那是很不容易的 还有 让自己的弟弟 我想 我就想想 我自己 就是说 这些人相信神 这都是 没有 如果他不是神的话 这些人 不可能这样做的 所以就是有这几点 还有当然 保罗后来在 哥林多 是哥林多后 林警的 前书里面可以说 他说 你看耶稣基督 十里复活 又向五百多人显现 说其中大部分人 到今天还在 所以这些很多人 都见到了 而且保罗这样写的时候 这些人还在 是可以做见证的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的证据 确实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 所以我觉得 就是 这些让我 就是 坚定了我的信仰 就是说 我相信 耶稣基督就是 真的是神 那我相信的 确实是一位真神 那 我讲到这的时候 我在想 就是说 我想很多 如果这里 还有没有信主的 那个木道友吧 我想 怀疑 也会 也会有 有这种怀疑 因为我也是这样 过来的 就说 可能 就是说 还是这种 不管是谁讲 就不见得 真的是让 让 让你信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个 挺主观的一个东西 你没有经历过的话 是很难的 就像 怎么讲 就像我们去吃饭一样 如果我吃了一个菜 我描述怎么好吃 我跟你 如果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吃过的时候 我跟他再说 他没有体会 他也体会不到 只有那个 他吃过这个菜的 和我同样吃过 同样的菜的人 他才能体会我讲的那种 摄香味 那种感觉 他才能体会得到 那我呢 我觉得我就是说 从 在信仰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事情上 我原来是在门外 那实际上呢 我就是说 从 那个理性的角度 我就先跨到门里 那我从这个门外 到门里 我等于说 我就是两边 我都看了一下 两边都看了一下 所以呢 我觉得我是看了两面之后 我做了一个选择 我选择留在了 门里 那我觉得 那很多 没有 还没有信的 下游 我想就是说 等于说 就是说 一直我们在门外看 一直没有 走到门里 看看 从门里面 在看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视角 所以呢 就是说 所以一直就是 还在 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要信的话 或者你想 真想明白的话 我想就是说 所谓的信心就是说 你先进来 先换门一下 然后呢 你从在门里面 你从信里 先看一看 你先把他当到神 然后从这种 你真正把他当神的话 然后你先 先看一看 然后呢 你再可以再决定 你说真的 是不是 他是不是 真的是可信的 他是不是 真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 你进来了 你发现你还是不能 他真的不是神 那你再重新 做选择 你再回去就是 但我想 大部分 选择进来的人 实际上 都没有 都没有回去 我想就是说 如果进来的话 就是说 神会有 用恩典 用他的慈爱 和恩典来拖住 那 那我现在就在讲一下 就是说 我信主以后 就是神 如何用他的信实 用他的慈爱和恩典来 来帮助 让我能够在这个 信仰的路上 来走下去 其实 刚才我说到 我太太那个 就是 七月底 八月初的时候 就 接到了 就是被 那个 药学院录取了 就准备秋天 八月底 九月初就 上课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 没多久啊 我们 我们就发现说 他怀孕了 其实当时我 因为药学院 反正挺忙的 医学期 好像是七门课 但是我们还觉得 这本来就挺忙的 这个中间还要生孩子 因为那时候是 三月下旬的遗产期 我说那还正好 就生完孩子之后 就四月底就 四月中心开始期末考试了 所以这怎么办 说那是很自然的想法 说那不要了 那就是 流产流产了 那时候 然后就跟教会的 弟兄姐妹 也跟他们 就说了一下 说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今天你们一听 他们就 很着急 他就跟我们讲说 反正就讲说 神啊 就看什么 生命 怎么样 生命是 都是神说创造的 生命从 就是说 受孕的时候 就开始 其实那时候 我们实际上 也挺挣扎的 就听了这个 也觉得 起码相信神了 我觉得那也 也不能违背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 说那 上学怎么办 那当时 教会的弟兄姐妹 说那祷告 那当时我心里还想 我说祷告 祷告有用吗 祷告 我们的考试 还得自己考 求神给智慧 我这算是 我发现我 也是半信半疑 我说反正那是祷告 就是反正我们就是 凭个信心 那个 就是往前走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后来 我先把这放下 然后再讲另外一段 然后回来再讲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 在生前 在生之前 那个教会那时候 都带 被被烧了 就是给那个 要做妈妈的 就给了一些 建议什么的 然后当时就是 有一些小礼物 然后有个卡片 然后反正我就 我还比较小 看这些卡片 就带着写的些什么 然后有一个 姊妹她就写 她就说 她说感谢神 说在孩子 还没有出生之前 就有一对 仰望神的父母 她说我读了 我还不以为然 我说这 这有什么感谢的 我说 我们相信神了 可是这个 带孩子和神 也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 也不太理解 但是后来很多 后来我才发现 实际上真的是 相信神 实际上很帮助我 就是当我越来 在神里面 越来越成长 我才知道 就说孩子是 耶和华的产业 就是我只是托管 就是最后还不是说 是 是我自己的产业 就是说 这是神的 就是把交通给神 神对他有计划 对他有 有带领 我呢 我只能述从神的计划 所以我就会 我就 这中间 你就学习 把自己放下去 不要把自己的这些 想法 或者把自己的这些期望 和自己没有达成 那些一些东西 让孩子实现自己的愿望 因为孩子要实现神的 像神的计划 和他的指引 还有一个 还有就是说 神 在每个人 在神的眼里面 都是平等的 虽然孩子 当时他们很小 但是在人格上 他也是和我们平等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满足 给他们一些教育 但是实际上 但是很多时候 你还要随时 尊重他的选择 所以 而且这些 确实在后来 很帮助我 所以后来 我就在 越来越 孩子越来越成长 那我自己 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就发现 他说的就是说 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 有一位 仰望神的妇女 确实是让我 非常的感谢 感恩 我觉得确实 帮助我很多 所以我不到 今天我跟我们家 三个孩子的 关系都非常不错 因为很尊重他们 他们也很尊重我 这是一方面 还有 我再讲到 就是说 那个 就是说怀孕深海 确实后来 三月下行 就是我太太 反正 顺利 就是生了一个 生了我们家老大 反正 然后呢 他大概三个星期之后 回去 反正考试 什么的 还都很顺利 而且 而且他考 他学的还不错 然后后来 拿到了奖飞金 所以我挺感恩的 我觉得哎呀 确实是 我也不太知道 就怎么能过得来 但是靠着神的恩典 我说不清楚 但是也走过来了 那后来 还更感恩的是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们家老大 一岁多 一岁多 一岁几个月 不到一岁半的时候 后来我们又怀孕 因为老二 所以 我们家 等我们家 我太太 要学院刚读完 又生了老二 所以 反正 所以我们家两个 两个孩子都提前 免费读了 读了一点大学 实际上当时 实际上觉得 哎呀 挺困难挺苦的 但是 实际上后来 我回头看 确实是神的恩典 因为当学生的时候 虽然是没有钱 但是我觉得 实际上当学生 这时候 时间还是蛮多的 不像上班的时候 你一天八个小时 再加上来回的交通 实际上可能有 十个小时在外面 所以他们小的时候 我后太太有很多时间 可以花在他们身上 跟陪伴 实际上孩子最需要的是 不是你的钱 实际上是需要时间 那刚好 那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是有时间 可以跟孩子 就是跟他们一起成长 我觉得 后来让我看到 他给我的恩典 就是很宝贵的 让我想起来就很感恩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像读书挣钱 实际上 这没什么时间限制 而且实际上 可能读书可能还有点 但是实际上挣钱 你会找一天工作 晚一天工作 实际上不太影响挣钱 但是孩子呢 实际上说心里话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你带他们的话 你自己也比较有精力 也比较有体力 就是说 对父母来讲 也比较容易 所以我想起来 我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说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 神就赐给我们两个孩子 那当然后来 神就赐给我们一个老三 当然就相悼地 讲我们家老三的故事 还有一个 神在我 就是刚信主之后的 带领让我对他更有认识 就是 我是在查尼班 信主受习的 然后查尼班呢 当时是每年呢 他就换 轮流当主席 那前面呢实际上都是 台湾人在当主席 后来 轮到最 我这些是 我信主之后的第四年开始 就该轮到我了 我一看看 前面好像都当过了 我就属于最老的 但是我是第一个是大陆的 我这样我不太想当 一个是我觉得我 前面那几个主题都是 圣经其实都非常非常 非常扎实的 信主时间也很长 而且呢 第二个原因是 是说那时候呢 刚好就有一些同工 他们毕业了 或者是搬家了 他们离开查尼班了 查尼班 后来同工就少了 我觉得我本来就不行 同工又少了 我觉得那我 那我靠谁 我靠着谁啊 我觉得我 别的 不知道我自己没什么能力 就是在在组织方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慢慢推博 但是大家都说哎呀 你说就你吧 你就试试试试 后来我这个人也是就是说 不是特别愿意拒绝别人 后来我也说行啊 我就那时候当我硬着脱皮当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上帝 我说 不是无鸣二鱼吗 我说 我说我也就是无鸣二鱼 我反正我就这么点能耐 我说你就看着办吧 我说我的唯一的一个愿望 就是说 查尼班别在我 我这任上关门了 我说这我 我说这我 我这个责任就太大了 我这 我不好意思见你 但是很奇妙 你知道吗 就是 我 我当了查尼班不久 就是 就来了 就那年的秋天 就是那是 96年的秋天 就来了 也许像95年的秋天 就来了一些 留学生 他们就来 来团契了 然后 我当主席不久 他们信主了 上和我没关系 都是别人带信主的 但是他们 这些人信主 他们就很火热 开始在查尼班就 就释放 我突然就有了很多童工 这些人他们 年轻 又有精力 而且也愿意释放 那 我就觉得 查尼班一下就很火热 因为他们认识很多 就是说他们的朋友 都不是基督徒 把他们带进来 然后又有很多的人 就信主 那一年多 查尼班非常地兴奋 所以 我觉得 就是我做得也非常喜悦 还有一个 可以改变我 因为我原来是比较木耐的一个人 不太知道怎么样跟人打交道 那我在查尼班 实际上我大概做了 做了两年 那个 这两年 把我的信息给改变了 我觉得 我发现 我让我知道 我就让我有这种信心 去和人去讲话 去跟人打交道 一起去合作 我觉得 这个其实这个让我 到今天我还受益 我觉得我就是说 改变了我的那种 很局处 很 就是说木耐的那种 一种 一种性格 所以 还有就是 那 就说 或者这是我 到今天还受益的 就是神对我的一个注 而且我发现 就是说 这种 基督徒所说的那种 喜乐和平安 我发现 确实 确实有了 就说这种 喜乐和平安 一直与我同战 所以再回到我原来 讲的 就是一开始 我前面两个困惑 第一个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 能够让我 真正的满足 真正的喜乐 这种喜乐 就一直能够持久 而不是说 我到了 拿了几天 我想喝几天 就觉得又不过如此 因为我发现 这神 有神同在这种喜乐 确实是 让我 就一直 就是说 这种喜乐是 是外边的东西 拿不走的 就是一直 一直加工里面有的 从里面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哎呀 这个是 真好 就是说让解决了我第一个困惑 而第二个 我起来 就是说 你说神掌管明天 神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 我觉得确实是 如果神是那个创造我的主 他对我一生有美意的话 我觉得我不用担心了 我需要做的就是信靠 当然这个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 其实这个 在讲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段 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但是 但是起码就是让我这种经历当中 我就知道 你就只要靠着神 你就是 你就是知道 每一步有两万 实际上神就 引领你每一步的道路 就不用 不用未来担心 你就是只要 面对你一生就好 只要就是你相信神 仰望他 然后跟他走每一步 所以 也回答了 就是说 信神也回答了我一开始 年轻的时候的两个问题 就说 什么是我的喜乐 什么是我真正的喜乐 什么是我的主宅 我记得 就是说 我在神那里面 都找到了答案 所以就是 这也是 就是回想我过去 我的一生 这个 的道路 我觉得就像 我今天 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 就是 就是那个 这是我的感受吧 就是说 人生的道路 虽然漫长 就是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是作家 那个柳青 最先说的 所以人生的道路 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 只有几步 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 那对于我来讲呢 或者就是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就选择神 选择了 一个 做了一个正对的决定 所以他就是 让我真的是终身受益 非常的非常的感恩 我也不晓得我 就是 骆骆说说 讲了这么多 不晓得 我讲清楚 我的表达好 我自己的意思没有 我就想 于是我分享就到这里 我想也可以请弟兄姐妹 一起来补充 或者有些回馈 那个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就把时间交给 Rebecca 对吗 对吗